由清言號外又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就講中美或美中 埋桌講素 講不定數 講不定數 講不定數就打過 是不是 所謂一言不下 繼而動武 很簡單 跟那個小孩在茶樓那裏 拿了工具講素一樣 談不定數就反台 牛肉刀 開山刀 Rambo刀 就來 總之現在 美軍就預了打仗 還會加速備戰 是不是很可怕 不過現在 冰哥之象是越來越明顯 好了 不過看看大家 希望大家一邊看YouTube的時候 一邊留意右上角有個銀馬標誌 那這個叫做Superfans 希望大家可以一邊看片一邊按一按 Superfans 支持小弟 另外現在 都很希望大家可以Google search 八五遊報 八面郵報 atpatreon patreon 跟幾個步驟去做訂戶 或者是逐訂 好了 來了 各位 不應不應還碎營 死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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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死症 什麼死症 小弟在說的是 中美關係已經變了死症 即是已經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 拔喉 兄弟 也就是已經到了一決生死的地步 最新證據就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 剛剛訪完 他最大的成就只是 竟然只是成功爭取到 美中開多幾班直航班機 哎呀 這麼可憐 一個國務卿去談這些事情 但是與此同時 慘了 就出現了一個 其此大獄 一大此獄 和一大敗筆 其中一大此獄呢 就是布林肯貴為美國政府第二號人物 大家不要以為副總統是第二號人物 實際上實權來說 是國務卿才是第二號人物 否則希拉里那時候 都不會做 情願選 奧巴馬人會選你做副總統 剩什麼呢 又不得你選 那種 不過副總統是要選的 總之實權呢 實權呢 就是國務卿大很多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希拉里那時候才做國務卿 對嗎 總之是第二號人物 阿布林肯 他竟然要靠邊坐 大家有眼見的 開會的時候 跟習大大開會 都開三十五分鐘 那麼大把連拍照 諸如此類 三十五分鐘 竟然要開完會的情形 好像靠邊坐呢 好像六八九啊 七七七啊 還有李叉燒啊 上京術職 必功必敬 都是坐那個位 大家留意一下 一模一樣啊 啊 真是更加沒有面子 就是早兩天 啊 阿布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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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是在官方 在民間 哇 不如說在陰間 混蛋 對不對 而更加不知所謂的是什麼呢 拜登 和阿布林肯 竟然任得這個習近平 在那裏扮了二百多年前 乾隆大帝接見英國伯爵 阿布林肯 那樣 即是不是唱歌的 那個 那個是Paul McCartney George McCartney 佐治馬卡爾 那樣 啊 即是說什麼呢 啊 即是說呢 阿布林肯 要習大帝 就是叩咬 叩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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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可憐 三季狗叩 即是那種 當然 當年的George McCartney 呢 就不肯叩咬頭 不過都肯單膝下跪 即是你現在都是半叩咬頭 死不死啊 是不是 這個場面呢 喔 比數以億計的玻璃心 看到肯定 嗨到飆尿 甚至是嗨到飆什麼 是不是 啊 這個就是奇恥大肉 美國佬拿了奇恥大肉 就來的啦 只說一大敗筆了 就是中共拒絕 跟這個美國恢復 軍方對話機制 即是說 會武統台灣 那些時候跟他談 浪費氣 不只是美國 即是國防道長不見面 那麼簡單 而是平時會有談的 你的戰艦在那裡飛來 不是 你的飛機在那裡飛來飛去 什麼殲十五 殲十六 在那裡飛來飛去什麼意思啊 大佬 你講一聲啊 有這些通話機制都沒有嘛 是不是 而恢復 中美軍事對話機制呢 是布林肯始行的最主要目的來的 你不要說什麼芬太尼 那些什麼中國毒品那些東西 不要說這些 最主要目的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他臨行前都不斷說 這次他是想避免誤判 希望可以做到避免誤判 誤判就是擦槍走火咯 即是軍事對抗咯 一些無謂軍事對抗咯 加上中共呢 就不肯談 不肯談 即是沒有軍事對話 不要說 那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布林肯呢 即是好像食臣 史提芬州 即是分抄 史提芬州 即是 正一就是什麼 朱大腸裏面有史 失敗中的失敗 哎呀 事到如今呢 既然有一大恥辱 和一大敗筆 以美國佬的那種 superhero compact 即是這個 超級英雄 程義傑呢 肯肯定 受了這麼大的恥辱 和領了這麼大的東西 白走一趟呢 肯定 那些美國的超級英雄 中那些Avengers 復仇者聯盟 一定會合在一起 去堆壞這個 中共這個大奸局 集中這個大奸局 是吧 而飛機狀自搖 有這麼巧合在一起 就在布林肯 獲得習大帝 接見的同時 美國華府 有勁龍烈勁弓 被軍方背景的 重量級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 發表了一份報告 啊 一時間關係 方太教主做了 就在這個時候發表了 這份報告指出說 隨著習近平領導下的 中國經濟成長放緩 就是不行啦 中國經濟是衰退了 習近平越來越會掃諸民族主義 去為中共壟斷權力去辯護的 而在中國經濟進一步低迷的情況下 習近平可能會以台灣問題 來爭取對中共和他個人統治的支持 一旦習近平任期接近尾聲的話 他又會著眼於想在歷史上流榮 不是林肯的尾聲啊 去到命仔節的尾聲啊 老了嘛 有七張東西了 歷史上 那台灣發生衝突的風險 就將會增加啦 那就是說 中共武統台灣的可能性 越來越大啦 根據這個中美關係委員會這個 重量級致富的報告說 越來越大啦 現在下了喔 美國和中共說不定數了喔 那就是說 叫美國備戰啦 吹雞啦 是不是 出發啦 不要說那麼多啦 F-35戰機 F-35部署在加州立空軍基地 是不是 那些海軍 那些航空母艦去助世保海軍基地 是不是 全部都是在沖繩附近的 沖繩那裏而已 那果然 這份報告跟著就說 在習近平衡量 可能入侵台灣的問題的時候呢 軍事力量是最最最最決定的因素 那他說 只要針對台灣衝突 調整美國在這個地區的軍事態勢呢 而且是爭取美國盟友的幫助呢 美國才有意義地 可以改變到習近平的成本效益分析 就是cost benefit analysis 和防止他攻擊 即是嚇嚇他啦 不要說那麼多 還有代價很大 不要說那麼多 美中關係委員會這份報告特別強調說 如果美國決定保衛台灣的話呢 在美國盟友裏面 日本將會是目前最關鍵的國家 這個一如小弟之前經常和大家說的 他們還警告說 如果美軍不使用日本的軍事基地的話 那些美軍戰鬥機將會沒有辦法 迅速參與和中共的軍事衝突的 嘩 真是預了打仗的 事實上 日本在這一方面的角色呢 可以說是越來越明顯的 這個是小弟補充的資料 可以說是越來越積極的 好似說 大家有留意新聞都知道 好似說剛剛舉行的 舉行完的美日飛 即是美日本菲律賓 美日飛南海聯合軍院 再早一點就是美日發 一發就是法國的南海聯合軍院 每天都去南海 遲些就跟德國 還有就是昨天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準航空母艦 出雲號的戰鬥群呢 就去了越南的軍港金蘭灣 表面上呢 日本仔就說 這個是實現自由開放自由航行的印太 印度太平洋 自由航行 又來又去湖海多美的 但實際上 日本仔是將矛頭直指中越 有主權爭議的南海 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 講到明就很遲 簡單來說 日本仔可以說做到加零一的 所以美國佬可以說百分之一千放心的 這份報告呢 即是美中關係委員會這份報告 還呼籲 美國進一步 要進一步明確 日本、澳洲和菲律賓 在中國侵略台灣的時候 美國願意提供軍事援助的範圍 規模 給多少軍事援助 日本 給多少軍事援助 澳洲 給多少軍事援助 菲律賓 即是美軍參與的程度到哪裡 給多少導彈 él 給多少航空母艦 給多少戰鬥機 還有給多少軍人 這樣 那這份報告還預料 這種明確性將會有助於確定每一個國家的角色和使命 而且是為更加綜合的戰鬥計劃鋪路 即是說我支持你不是只有一把口說的 我真是會給你的 這樣嘛 不止這樣 這份報告連經濟那一篇都說了 這份報告指出 為了對抗中國的經濟協助行為 美國和台灣和日本和南韓和澳洲和菲律賓等等的 這個國家應該組成一個印太經濟聯盟 這個聯盟加起來呢 將會佔全球經濟的三成半 那肯定可以左右全球大局的了 也都進一步拋離中共 因為美國現在呢 全投資GDP兩成鬆一點 中國是18% 那即是 加上日本制加上成就差很遠的了 那這個美中關係委員會還呼籲 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商務部 確定中國最脆弱的產業 當然是 而且確定哪些制裁呢 會對北京施加最大的壓力 真是會痛啊 真是痛得很交官 真是會覺得痛 然後呢 就跟這個聯盟的其他 成員國 分享這些調查結果 跟著就採退聯合協調行動 即是一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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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齊去砌低中共 兄弟 即是那種嘛 簡單總結 現在美國的策略 在經濟上 科技上 就是 將整個中共 華為化 即是等於那時候 對付華為那樣 即是好像 那時候 陰乾華為那樣 陰乾中共 陰乾到中共變成呢 三千年 流難干絲為止 這樣 現在政治上 軍事上 就是將整個中共 俄羅斯化 即是說 好像俄烏戰爭 那樣 一於聯合各國 好像孤立 俄羅斯那樣孤立中共 另一方面呢 就好像 被軍火的烏克蘭 一於被軍火的台灣 叫他打 跟什麼打呢 跟解放軍打持久戰 消耗戰 從而拖垮中共 就像現在拖垮俄羅斯 拖垮普京 遲些都可以拖垮習總 到時 習總的下場是怎樣呢 關於這個問題 大家不妨想想 羅馬尼亞前獨裁者 壽西斯古 的下場是怎樣 就應該猜到一下 看來應該是 雖不中 亦不願意的了 好了 各位 今集就 到這裏了 好希望大家 可以去Google search 這個85郵報 atpatreon 那裏 去做訂戶 或者續訂回 就可以支持到小弟的了 總之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 去繼續堅持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 謝謝 拜拜